22号 孙文学校总校长张亚中在社交网站上发文表示 自己受委托捐赠疫苗 但是尚未取得台湾卫生部门的明确答复 他呼吁民进党当局不应该将疫苗政治化 应当明确告知是否接受捐赠 张亚中表示 他在5月31号及6月2号致函台湾卫生部门 表示受到在大陆台上和大陆有人委托要求捐赠疫苗 但直到6月21号才受到回复 回函中也没有明确表达是否愿意接受捐赠 还说所谓按照有关规定 中国大陆所生产的生物药品不准输入 张亚中表示 按照目前郭泰铭的经验可知 如果没有台当局授权 哪怕准备好所要求的文件 也根本没有实质意义 所以要求台卫生部门明确告知 是否愿意接受捐赠疫苗 另外 目前并没有任何法律条文 限制大陆疫苗输入台湾 只要台卫生部门同意 就可以进口 张亚中呼吁 不要将疫苗政治化